那我们上屋顶偷看吧 咱们呀 本身就不是从正门进来的 已经是无理至极 上屋顶偷看 那要是被白卷发现了的话 你说姑姑这脸 可往哪儿搁啊 当她抛弃你抛弃我的时候 可曾要过脸面 言之有理 你干嘛 飞排卷脑袋 你不说你不怕他吗 不是怕他 说不清楚 行吧 那你慢慢看 我先走了 待会儿在门口会合 你回来 一会儿迷路了 水有点深 有点害怕 那是什么时候醒的 今天 天晴应该跟我说一声 我好去秦池宫亲自败回 何须主神来跑一趟 你我之间 何须这么磕头 数万年时光不见 足以改变很多 不是我想来的 是缘起 那缘起人呢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不用担心 他经常来 不会跑丢的 他明明 怎么又死你啊 你为什么要我 他让你老鼠 看我不打死你 放心 他不会吃亏的 这事 本次要更衣了 他偷偷来找你做各种恶作剧 只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就算你娶了别人 也应该好好护着他 把他养在身边 你怎么会让他 紧招 就这么容不下他吗 本尊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缘起是你的骨肉之亲 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你怎么舍得 把他气在青池宫不闻不闻啊 你愿意养着就养着吧 不愿意养着 随便打发到哪里去学艺 打发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 迎接他长大后 对你比翼的目光了 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 你在他心中的形象 已经是分不堪了 你说完了吗 这才六万年 你怎么 本尊想换个活法 不行吗 还有什么要说的 本来有的 现在没了 你笑什么 我庆幸 六万年前 没有与你在一起 以后没事 不要再来苍穹之间 本尊如今过得很好 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 这么快就聊完了 刚刚跑去哪了 第一次来 随便逛逛 这白冰块 怎么变了这么多 我就说吧 这种人没什么可聊的 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没把这一把火烧了 就让你来 第几次了 什么第几次了 我是来给他们母子俩 送点唐人 你隔三差五地 溜进青池宫 还玩那些把戏 真当我不知道 冰块 你如此沉不住气 久而久之 就不怕吴焊发现 今夜上古 来了苍穹之境 本尊不糊涂 那你为何不拦着 这一个心心念念 想见你 一个打断了骨头 连着筋 本尊岂能拦得住啊 我睡不着 行行行 再让你见一面 快去快回 我帮你守着 好 好 我睡不着了 好 我睡不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来能换一顿纵吗 你们刚刚就为这事 不是 是关于三位真神的 是否可信 有鼻子有眼 特别是天启神尊的求生 那就一个荒唐 本君不想听他的事 不过神界早就陨落 流传下来的故事少之又少 你们从哪听来的 您就当听个乐吧 要是不好笑的话 您再罚我也不知 也罢 那你们就将三位真神的八卦 一五一十地告诉本君 不许隐瞒 你事早先不敢 你事早先不敢 神尊 凤然 你来得正好 这些都是上古爱吃的 你快帮我挑一挑 没想到神尊你如此细心啊 不许隐瞒